大家好,我是黃苑芝 剛剛知道的時候很興奮 然後變得很緊張 因為要想想 很少有機會出席金像獎頒獎典禮 所以要想想如何準備 如果有機會上台的話 是否應該先好好準備一個致謝詞 就算沒有機會上台說 都準備了才好一點 所以心情算是很複雜 不過感謝的話就有很多 因為其實是遇到很多百樂 很多前輩 很多人想認識才會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拍電影是很團隊的 整個過程都是 雖然是你自己要好好熟讀劇本 但是其實是整個拍攝的過程 都是跟團隊一起 或者跟導演和其他演員一起交流 由頭到尾都是團隊的事 不過做音樂就是 可能前期做音樂的時候 就會跟樂隊一起 或者跟音樂隊一起 但是到你上台那一刻 其實因為你自己是那個 是另外兩種不同的享受 或者不同的表演 也都有不同的準備 心理上的準備 有些不同 其實一個人的經驗 越多 就怎樣都會 吸引到不同的創作 譬如我可能 在拍攝的時候想起 某些音樂就會 令到我有不同的投入 或者會有靈感 怎樣去演某一個角色 譬如我如果做過不同的媒體的表演 可能是電影 可能是電視劇 可能是舞台劇 有了這些經驗 有了這些畫面 也都會 吸引到我去寫不同的音樂 所以其實是互相都是connected